贝利宾强镇重创当地克拉克机场 机场内天花板都被震落 只能紧急关闭因应 而目前台湾有直飞克拉克的亚航 24小时内已经取消了13个航班 恐怕有2000名旅客受到波及 不过针对团客来说 观光局统计 目前没有旅行团受到影响 而旅游达人表示 克拉克近几年虽然致力于观光 能到当地参加美军基地驾驶轻航机 但是旅游发展还没有很旺盛 旅游业的冲击应该不会太大 驾驶越野车奔驰在壮观的山林之间 或者搭着轻航机享受翱翔天气的快感 菲律宾克拉克近几年崛起 吸引不少台湾人到当地游玩 只是22号傍晚菲律宾发生6.3强震 重创克拉克机场 天花板塌陷玻璃碎裂严重受损 暂时关闭就怕冲击观光 我觉得影响应该就是这些转机的部分 大部分人其实不会在克拉克停留太多 有一些是会去那边做流血 虽然目前台湾只有亚航一家航空公司 只飞克拉克一周四个航班 地震过后已经取消了13个航班 恐怕冲击超过2000名旅客 亚航已表示已经帮旅客改航班 如果想取消行程也可以退费 另外以团客来说 观光局目前掌握 没有旅行团受到影响 旅游达人也认为当地的观光业还不普及 冲击战时不至于太大 这两三年他们开始有引入这些 所谓一些轻航机 这种小型的飞机 因为毕竟他们以前是空军基地 美军基地 所以他有引进这些飞机 可以让人们 然后可以去搭这些 就是可以自己驾驶 不少背包客户自助行到克拉克 多半会参观美军基地 或玩轻航机看火山 也能开车到苏比克湾潜水冲浪 地震重创克拉克机场 当地政府尽全力修复 近期国人如果旅游计划可得暂缓 借周一零班Terry报道